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爆炸吗?那是什么?和尚,你要去哪儿啊?等等我啊! 你难道还真想亲手把他抓回去吗? 大梵音寺? 却敌不过两个小头 今天这大梵音寺咋的了这是? 这,这,这还是人吗? 你啊! 退下吧! 我们来这里本来就是找人 王仁孙? 看来是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字幕 Cl I B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大 我想吃肉 我还想吃肉呢 这黄山野岭的哪来的肉啊 你们两个家伙 想对我家大黄做什么 你们俩就永远是要吃的 退下吧 我们来这里本来就是找人 如今人自己已经来了 就不必打了 我们已经有十二年未见了吧 法业尊者 锦仙公公 还真是 还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呢 我说无心和尚 怎么跟着你走到哪儿 都能遇见这么多一等一的高手 而且 好像都一副要打架的样子 一等一的高手 打架 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师家 怎么就养出你这么个小汉红 是笨货 既然来了 就下来吧 小瑟 你看 这是什么情况 很明显 之前轿子这边这伙人 跟和尚那伙人在打 打到一半 我们来了 然后呢 然后他们发现 不用打了 该来的大鱼已经来了 大鱼 是指我们 大鱼只是他 劳烦掌香大监 不远千里来找我这个小和尚 真是荣幸 我们来找我这个小和尚 跳出 大监 别叫我大监 大监可是宫里那位才能叫的 锦仙公公 你这么恭敬 我倒是不习惯了 那年和我把酒言欢的白衣邪僧 去哪儿了 那时你来找我是喝酒 可这次来 却是抓我 宫里那个人的命令 我不能不听 但保住你这条性命 我还是能做到的 就走到那儿吧 这一路上雪月城 九龙寺 无双城 天外天都来找过我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说 不会杀我 所以你这个条件 似乎并不特别 雪月城也好 无双城也罢 我和他们是不同的 若是这次带不走你 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掉 锦仙公公 别太过分了 想动手的话 先问过我 你 你 你 怎么了 这次 你砍不下去了吗 锦仙公公是来找我的 只有我们俩的事 一会儿再说 那个拿到的和尚是谁 好像也是一个高手的样子 若我没猜错的话 他就是无心要找的那个人 就是无心说的那个世骄 上一辈的恩怨吗 请公公初见 哼 我记起来了 我听说过这个人 北黎皇帝每年祭祀的时候 身后都会站着四个太监 分别持着镇国宝剑 传国玉玺 律法典籍 和青花香炉 这四个太监 加上与皇帝一等长大的半独太监 合称五大监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都握有巨大的权力 并且 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右手杀生 一剑祭出风雪枯萎 左手慈悲 佛珠青年 豁密魂飞 当年还是少年的五大监 曾奉师命离开皇宫 闯到江湖 每一个都在江湖中 赫赫有语 你的确应该听说过 掌香大监解心功功 就是江湖中的风雪剑 沈济周 和尚 你奇奇怪怪的武功很多 这一次用什么呢 和尚 这是在干嘛 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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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那是什么 好 好 竟然是天魔舞 只是这舞蹈 要八个妖魔一喜跳才好看 你一个和尚跳起来 也太过冷清了吧 这和尚果然邪门 嗯 嗯 怎么了 天魔舞 是秘教不传的邪水 起舞之时 八位魔女共处 极尽魅坦 妖娆至极 寻常惹是真正的 便说不复 便是前方有万丈悬崖的不如 也不一脚踏下 降 stakeholders 他 这天魔舞 虽然跟浅八大魔女的魅台 可在我眼里 这些早已是骷髅浓血了 看著只會個東西,有沒有什麼更新鮮呢? 大蘇滾手 大蘇滾手 好好的 父親 父親 錦仙公公這是三名 看也不看我一眼 就那麼怕我的心裸引 哭 風雪劍神靜舟 果然名不虛傳啊 當年沈靜舟十七歲時進入江湖 打出了風雪劍的名頭 而如今這個和尚 現在也是十七歲 和尚,最後問你一句 要不要跟我走 你這話說的 倒是要和我私奔一步 和尚我臉紅 你這個不正經的太監 哼哼哼哼哼 這麼有趣的和尚 殺了真是可惜呀 我還是知道 我還是要被尚 你這個不正經的太監 我還是要被尚 我還是要被尚 你這幾乎 我還是要被尚 官方微信幕后爆料 神秘设定高清壁纸等独家福利 均已上线 此时扫码关注 便可免费领取 心魔影对我来说 没有用 死吧 剁碎空刀 剁剁藏藏 以为我没发现你们吗 我要你杀了他 现在就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